近日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讲述中国历史脉络 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在石硕看来 中华民族的称谓和概念随时二十世纪初出现 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却由来已久 并非近代才产生 这个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一年 因为现代国家转型 欧洲的情况是 很多是一个民族就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叫民族国家这个概念 其实民族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就是用民族来作为国家的单位 这个词潮在十九世纪下半月就在世界兴起 物行变发之后就是1898年 梁启超到了日本 其实中国的这个了解世界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日本这个窗口来了解世界 石硕表示 梁启超1905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在两篇红文中比较完整系统的提出和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 梁启超是从中国民族 大民族和中华等思考一步步引进 最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指出中华民族包含多元一体的重要特征 其实中华民族能够深深不息的发展 是因为我们构成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民族 都把它最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了中华民族 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 提出多元一体这个格局 是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现在也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 它很好地解决了 我们既要强调共同性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差异性 而且差异和共同是相辅相成的 是彼此不能分立的 石硕强调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 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封闭发展的一座孤岛 各民族之间均是互相联系 互相依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费孝通晚年指出 他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 因为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体量 那么人口众多的一个民族 而且这个民族已经扩散和分布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正在逐渐的加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中国的中华民族 其实已经是一个世界范围的 要从世界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 不能仅仅就中国嫩中华民族 不能仅仅就中国嫩中华民族 在这个地方 中华民族